诗仙小桂旭 第四集 书接上文 看来这两人都有龙羊之好啊 王富贵不禁收了收菊花 想到前几天自己为了和江涵拉近关系 总是凑得特别近 甚至还有同床共眠的意思 心里就有些害怕 卢州城 一座大殿内 一国二皇子站在殿羽上 道 中秋文会在即 大鱼的才子也均到了管一之中 私有十四周 虽与我一国无用 却也不能就此还给大鱼 我一朝 要的是那块 顿了顿 二皇子倾笑一声 说道 这场文会 由孔云世子作为评判 我便放心了 二皇子面前 是一位身穿白色如衫的青年 相貌俊逸 仪表堂堂 正是孔家世子孔云 孔家 为圣人世家 而作为世子 孔云的身份 自然尊贵无比 就连一国的二皇子 也是十分恭敬 孔云但笑道 这次中秋文会 四国才子云集 本世子能作为评判 也是荣幸之志 一国二皇子道 据说这次大鱼前来参赛的学子中 有不少是才华横溢之才 其中有一人 名叫江涵 近来再大鱼 也是名声赫赫 孔云道 此子 未曾听闻 或许真有几两才学吧 一国二皇子道 世子说的是 一管呢 吃完晚饭的众人 提到卢州城里走一走 瞧瞧疑人的风土人情 礼部侍郎秋安同意了下来 中秋文会在即 可以让学子们适当地放松 于是学子们便在三三两两的组队 离开一管 往卢州城内走去 江涵和王富贵 西长 陈轩莫三人为一组 他原想和许云筹聊聊任务的事 但谁知对方根本就看不见人 和王富贵这些人相处下来 江涵便发觉 这三人的性格还算不错 王家是江南望族 家财万贯 但王富贵性格却颇为憨实 虽然也有些小心思 但没有坏心眼 西长当初是相视第二 是三人中最为稳重的 沉默寡言 至于陈轩莫 性格张扬 喜欢吹嘘他在青楼的所见所闻 三位兄台可去过教方司 我跟你们说 那教方司里的花魁可水润了 陈轩莫猥琐地笑道 王富贵道 陈兄睡过多少女子 陈轩莫道 我算算 教方司的十二根金钗 青银格的四美 还有春香楼的八大美人 算不过来 说着陈轩莫便摇了摇头叹息道 王兄你呢 王富贵倾格道 我吗 也数不清多少个了 你们也知道 家父只是区区的江南第一富商 王某平日里什么青楼没去过 日志千金 卫博美人一笑 也是经常有的 这人 一开口就是一股浓浓的凡尔赛 但装逼的痕迹太明显了 江涵开口打断两人 两位去青楼还要钱 王富贵和陈轩莫猛然相对 你不用 江涵道 我不用啊 有时那些女人还要倒贴我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够好看吧 王富贵 陈轩莫 陈轩莫多看了江涵一眼 看来 这是位同道中人啊 比自己还能吹 四人继续往前走 卢州城作为一国的经济重心 不仅有宜人 也有不少一帮之人来着做生意 走在卢州城中的街道上 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 而这时 陈轩莫似乎看到了什么 脚步一顿 说道其实睡过多少青楼女子 并不值得吹嘘 毕竟那些女人本就是做生意的 若能和异域女人附会云语 才算真本事 而若是能和第一次见面的异域女人 便附会云语 才是真正的风流才子 听闻此言 江涵向陈轩莫看去 王富贵道 兄台高论 不过这很难吧 陈轩莫笑道 在下不猜 正是这种风流才子 王兄 江兄 细兄 你们看那边 那个女子 陈轩莫伸手一指路边一座酒馆 酒馆里有个十八九岁的少女 少女将一件紫色的裙子束在肩下 粉色的抹胸实陆实现 最外披着一件薄纱 少女迈着轻盈 曼妙的步伐 款款摆动着小蛮腰 给客人送去美酒 走得快了 鼓鼓囊囊的山岗 便有一种Dual G-Dual G的起伏感 一走动便嗨得不行 撩拨着男人的心 单看少女的相貌 虽说漂亮 却称不上绝美 但配合那规模 以及展现出来的抑郁风情 则让人惊艳无比 不由地感叹一声 F极强者 当真恐怖如斯 陈轩莫道 此女如何 王富贵眼睛看直了 极好极好 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人 不苟言笑的西长 也点了点头 吐出两个字 很好 只有江涵面不改色 沉默不语 陈轩莫道 诸位且看我 如何将此女方心掳获 说着 陈轩莫拿出一柄折扇 啪地打开 便笑盈盈地走过去 几人都站在路边看着 只见陈轩莫走了过去 先是笑盈盈地 迎送了两句 夸赞美人的诗 那拥有抑郁风情的少女脸上 依旧带着标准的笑容 仿佛听不懂 陈大公子脸上的表情一致 又笑着开始说话 然而 从头到尾那少女 都是带着标准的笑容 等陈大公子说到最后 伸手指着外面 乃凶乃凶地瞪着陈轩莫 滚 陈轩莫彻底挂不住脸了 灰溜溜地跑了回来 道 这女人 是蛮夷之人 不懂我们文人的风趣 罢了罢了 走吧 江涵挑眉道 陈兄不行 陈轩莫道 哪里不行 只是此女 不太容易搞定 他眼珠子一转 说道 不过江兄英俊潇洒 才华横溢 一定可以搞得定 不如江兄过去试试 王富贵看出 陈轩莫是想让江涵出个丑 说道 江兄 算了吧 咱们再到前面逛逛 便回管义了 不曾想江涵 却笑道 陈兄瞎说什么大实话 既然陈兄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教你们 如何用三句话 搞定一个女人 并让她为你花钱 听到这句话 陈轩莫 王富贵都梦了 三句话搞定一个女人 还让她为你花钱 这吹牛也不是这样吹的呀 而这个时候 江涵已经迈步 走向那家酒馆 然后低声开口 只见那少女 先是奶兄奶兄的邓氏过去 接着脸上露出喜色 最后 江涵走进酒馆 那少女便拉着江涵的手 一起进了礼屋 路边的三人猛然相对 江涵能搞定那少女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这少女是熟人 正是黎明思云梦分布的黄自使 段小梅 进入那时候 段小梅把门关上 便俯身下跪 属下见过玄使大人 江涵低头看了一眼 晃得眼睛都花了 是什么蒙蔽了我的双眼 你为什么会在卢州城 段小梅道 属下是两个月前 被调来此处的 在此以后大人 两个月前 那就是端午文会结束不久 黎明思就派段小梅到这里 打探消息了 两个月 江涵皱眉 原本有另一位黎明使在此 已经经营了七八年 如今换成我和大人交接 段小梅道 不要说这种瑟瑟的东西 交接什么都我不懂 段小梅 江涵道 这么说来 你就是思剑说的 会和我配合的人 说吧 是什么任务 段小梅道 潜入玉堂殿 窃取一封密函 顿了顿 段小梅继续说道 玉堂殿 是宜国二皇子掩月 在卢州城的住所 掩月虽非嫡系 却掌控着宜国的尹魏司 玄使大人的任务 便是将那封密函偷窃出来 江涵道 这封密函会在哪里 段小梅道 据属下调查得知 应该在二皇子掩月的书房中 或许会有暗示 江涵道 二皇子身边有多少高手 段小梅道 宗师高手有两位 练气高手也有七名 掩月本身 听说也是七品高手 江涵道泄了一口冷气 自己也才八平 让自己去偷这么一个人的东西 这不是送死吗 光是那七名练气高手 就够自己吃一壶了 何况还有两位宗师级 除了我们 还有其他帮手吗 江涵道 段小梅眨了眨眼睛 说道 好像没有了 江涵道 没有 就我们两人 当然不止 其实还有几名黎明使 但去偷密函 只有玄使大人一人 毕竟人越多 越容易暴露 段小梅道 江涵吸了口冷气 钟离无忧这个老灯 这么不靠谱的吗 让自己一个人去做这种事 我现在退出 黎明司 还来得及吗 江涵道 段小梅低梅 不敢接茶 大人放心 虽然这个任务看似很难 但其实有一个机会 可以让大人不费吹灰之力 便偷出那封密函 什么机会 8月15 中秋之夜 说说看 一国要在望月楼 举办中秋文会 不管二皇子演乐 存着什么心思 这一晚她 必定抵达望月楼 主持中秋文会 她身边的所有高手 也会跟着她 届时 玉堂殿就算有守卫 也不难对付 段小梅道 而且 大人还有一个优势 什么优势 谁都以为 大人是个文弱书生 可谁也想不到 大人会是个高手 段小梅这是把自己 当成高手了 江涵想了想 这的确会是个好机会 中秋文会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便是自己行动的时候 但 也有一些风险 不过身为一名 黎明司的密碟 没有危险 怎么可能 到时你会做什么 江涵问道 到时 我会负责接应大人 段小梅说道 从酒馆待了将近 一个时辰 方才离开 江涵心情复杂 脸上却挂着 淡淡的笑容 走出酒馆 江涵瞧了一眼路边 又扭头 看向段小梅 借我二十两银子 段小梅愣了一下 就从怀里 取出二十两银子 递给江涵 江涵朝着 站在路边等的脖子 都长了的 王富贵等人走去 江 江兄 你怎么做到的 一看见江涵出来 陈宣默就忍不住问道 王富贵 也满脸吃惊地看着他 刚刚可看到了 江涵出来时 那个酒馆老板娘 果真给了江涵银两 这 不仅白嫖 还有钱赚 江涵也没想到 这三人竟然能等这么久 沉吟了一下 说道 可能是我足够英俊吧 陈宣默 王富贵 王富贵道 江兄 那抑郁女子如何 江涵沉吟道 嗯 很润 王富贵和陈宣默 互视一眼 惊讶不已 只有西长露出 若有所思的表情 回到了管义 江涵就开始思考自己的任务 黎明司的任务很危险 但确实具备成功的条件 至于日寻司的任务 他没想要完成 一来出卖男色 并非他所好 二来他要是落到 宜国公主虎口中 谁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宜国万宁公主 是一帝的姐姐 而一帝的孩子 都多大了 可想而知 这万宁公主 得多大岁数 三时如狼 四时如虎 五时坐地能稀土 江涵可不想被稀干 当然 左七给自己的另一个任务 可以想办法完成一下 玩一出自刀 省得日寻司继续调查自己 进入自己的房间时 江涵就发现 许云筹在房间里整理东西 许姑娘 江涵开口 许云筹冷冷瞪视了他一眼 一人一张床 敢碰我 把你手砍了 说完他就上床睡觉 用被子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江涵看着他 心想 至于吗 我又不是那种色狼 江涵躺在床上 依旧在思索着 这些日子的事 一国举办中秋文会 另有目的 大鱼也没指望 用一场文会夺回师弟 也另有目的 黎明司 日寻司 夜寻司三方势力 也各有算计 这一方方势力 就像一张张猪网 而自己就像被网在猪网里 那 自己是虫制 还是蜘蛛呢 不想太多了 纵有敌人 一剑劈开便是 江涵合一入睡 这一晚很平静 想象中和许云筹的密谈 并没有出现 动漫里男女独处一世 后天雷沟地火 出现的香艳场面 也没有上演 两人各睡各的 谁也没打扰 第二日 一国的李曹 总算给大鱼学子 安排了丰盛的食物酒水 但大鱼学子 还是吃自己做的 担心被下药 而新罗和百鱼那边的学子 也都抵达了卢州城 一国李曹派出五品观迎接 立马安排了驿馆 其待遇比这大鱼好得多了 受了不公平待遇的大鱼学子 立马就抗议起来 结果就和一国才子起了摩擦 双方不断口头问候对方 徐丰盈 崔云健等人怒在心里 暗暗发誓 要在中秋文会之上一血耻辱 在万众瞩目下 8月15这一天终于到了 中秋节不仅是大鱼人的节日 遗国 新罗 百鱼 同样会过中秋节 卢州城虽为遗国的旧都 但也是热闹无比 这次四国才子齐聚卢州城 注定是一次载入史册的盛会 城内的遗人士兵加紧巡逻 防止出错 中秋文会原本虚实才会开始 但深时一刻 便有才子陆陆续续赶往望月楼 到了有时 高达五十多丈的望月楼 便聚集了不少人 礼部侍郎秋安也开始集合才子 准备前往望月楼 许氏这两日被遗国卑劣的手段激怒 大鱼的才子均是义愤填膺 群情激愤 徐丰盈道 这次中秋文会 绝不能让遗人得逞 崔云健道 遗国才子功详 擅长填词 这次中秋文会 只怕还是填词 崔某不善填词 需要诸位出力 崔兄莫要望子菲薄 这次中秋文会 以徐兄 崔兄 以及江兄为主 一位才子道 许多才子都是微微点头 徐丰盈 崔云健 以及江涵 便是此行中最有才华之人 尤其江涵的词 那更是举世无二的 那一首《摸鱼儿》 更是登在《大鱼文集》之上 成为排名第二十一的词作 有江涵在 就算遗国出词 也不畏惧 便在这时 有人冷不丁道 江涵呢 他怎么没在这里 众人纷纷四下寻找 却哪里有江涵的身影 杨婷心中不禁暗喜 他所善的也是词 并且为了这场文会 早就构思了一首所好的词 唯一担忧的 就是江涵 现在江涵竟然不知道去哪里了 那岂不是去掉了 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李布侍郎秋安皱眉道 江涵在哪 去把他找回来 有几名夫子 立马前去寻找 过了好一阵子 便都失望归来 没有找到人 秋安心头生出一股怒火 眉头紧皱 这关键时刻 江涵竟然不见了 是宜人的手段 还是他不知轻重 现在还跑去哪里 秋侍郎想了想 就排出了第一种可能 宜人手段固然卑劣 但也不会在这个时候 谋害大鱼才子 传出去 丢的是宜人的脸 还会彻底激怒大鱼 秋安道 留下三名夫子继续寻找 找到了 就带他到望月楼 其他人 先跟我走 说完这番话 秋侍郎就决定不再等候江涵了 带着徐丰颖等才子 前往望月楼 望月楼中 已经摆满了沿袭 桌上是各色美食 另有数十位宫女 提着美酒加酿 给宾客添酒 望月楼的主位上 坐着一国二皇子演乐 演乐身穿化袍 端是贵气逼人 坐在那里 便让人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场 在其身后 是一位身穿黑衣的老者 而在二皇子演乐的左边 则是一位身穿华丽繁复长裙的贵妇人 贵妇人相貌绞好 雍容华贵 看上去三十岁上下 正是一国的长公主万宁 姑姑觉得 哪一位才子 能夺得这次中秋文会的魁首 二皇子侧过身子 询问这位美艳至极的姑姑 万宁公主慵懒地伸出鲜鲜御手 捂着阴唇打了个喝歉 娇雍雍地道 都有谁参加了这场文会啊 二皇子笑道 新罗那边来了七名才子 百鱼那边也来了六名才子 万宁公主道 君是些无名之辈 的确 新罗和百鱼虽然也学如风 但远远比不上夷朝和大鱼 而且新罗和百鱼前不久刚打完仗 自然不会派来太多的人 二皇子继续道 至于大鱼那边来了十二名才子 最富名气的是徐丰迎 大鱼的三大才子之一 还有崔云剑 也是大儒弟子 万宁公主道 徐丰迎 本宫倒是很感兴趣 也不知这位才子长相如何 万宁公主脸上带着一股魅意 眼波中春意涌动 掩月二皇子心中苦笑 这位姑姑 生性如此 喜欢将天下的美男子 都收归整席 除此之外 我们遗朝的龚天爵 也会参加这场文会 龚天爵 龚翔的哥哥 龚翔人呢 万宁公主问道 龚翔 在大鱼所举办的端午文会中输了 龚家不愿他参与 哦 我倒是忘记了 大鱼还有个江涵 最近一世名声远扬 此人也是个才子 万宁公主娇雍雍地笑了一声 道 江涵 此人长相如何 听说还算俊俏 上次端午文会中 击败龚翔的 也是这个人 万宁公主眼睛眯了起来 击败龚翔的便是他 有点意思了 本宫倒想见见这小子的模样 随着各国才子的抵达 二皇子也是停止了和姑姑的交谈 很快 礼部侍郎秋安 也带着徐丰迎等人抵达 拱手行过礼数之后 便也入座 万宁公主目光盈盈地扫过徐丰迎等人 眼波中春意荡漾 而秋安 此刻心中又是焦急 又是愤怒 因为江涵还是没有找到 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此子 虽然有才 可也太不靠谱了 关键时刻竟然失踪了 等回到京都 自己一定要弹劾他 杨婷则是心头暗醒 没想到啊没想到 江涵在这个时候 竟然不见了 去了自己最大的对手 接下来若是夺魁 那自己必将身体荣耀 而江涵这次消失 不管他是生是死 名声一定一落千丈 还会背负临阵脱逃的骂名 徐时至 门外忽然有人高声喊道 孔家世子 孔云道 一时间 所有人都看向门外 都是面露金色 孔家世子竟然来了 作为圣人世家 孔家在读书人眼里 地位何其之高 而孔家世子 身份更是尊贵无比 就算是皇子 也不能相比 礼部侍郎邱安 心里咯噔一下 暗感不妙 只见孔云踏进望月楼 顿时便有许多读书人 站起身来 拱手相迎 恭迎孔世子 二皇子起身相迎 笑道 孔世子 快请入座 孔云来到位置上 扬声说道 感谢二皇子给孔云这个机会 作为这场中秋文会的评判 赏见四国才子的诗词 孔云接下来 为四国才子点评诗词 必吃公正 绝不会偏颇某一方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小帅 此时他身穿黑色夜行衣 带着周虎 前往卢州城中心的御堂殿 虽说人越多 越容易有暴露的风险 但姜涵也不会傻傻的一个人 跑进一国二皇子的寝殿 两个钟前 在一处秘密的仓库中 见过了段小梅后 姜涵便得知了 此刻一国二皇子 已经离开了寝殿 起码两个时辰内不会回来 时间很充足 而且 段小梅提供了一张地图 地图很详细 黎明司在卢州城布局了一段时间 还是有一些成果的 姜涵将地图记住后 就带着周虎出发了 周虎 少爷 周虎疑惑抬头 你如今武功如何 不要遇上武品 我都可以保护少爷安全无余 周虎问声问气道 姜涵吃了一惊 这么说来 周虎的武功仅次于武品 记得几个月前 周虎也才七品的境界吧 现在到六品了 你可知道 少爷要做什么 不知道 周虎摇头 那你可知道 刚才那女子是什么势力的 不知道 那你不问问 不好奇 我为谁笑脸 姜涵道 为何要问 不管少爷为谁笑脸 周虎只会为少爷而挥道 周虎沉声道 好周虎 要不是你是男的 我就收你为后宫了 姜涵满意点头 不再询问 带着周虎继续前行 来到姨国旧都 姜涵潜在一株大树后 等待守卫换岗 笛声问道 话说回来 你为何不像清平他们一样 换我姑爷 而是叫我少爷 周虎搔着头想了想 说道 感觉少爷更顺口 好吧 姜涵不再开口 默默等待守卫换岗 月黑风高 姨国的旧都灯火阑珊 一座宫殿之上 出现了一个人影 那是个身披一袭黑衣的少女 却未戴面纱 可见面容秀美绝俗 肌肤白皙 手里还提着一柄未出窍的长刀 少女居高临下 盯着下方的电雨 喃喃自语道 掩月住在哪里呢 少女目光慢慢扫视那一座座电雨 最终落在西处的一处院落 是那里 守卫似乎不少 我要前进去 还是杀进去 抚摸着那柄长刀 少女似乎陷入了死口 便在这时 那院落的不远处 却突然出现了一抹耀眼的火光 趁着守卫换岗的空隙 江涵带着周虎 潜入了宫墙 玉塘殿在一国旧都的西部 是一座幽静的大院落 一国曾经的皇宫在这里 迁都之后 二皇子掩月却留在了卢州城 仍旧以玉塘殿为居所 但据黎明司的情报看 二皇子掩月表面上是留在此处 镇守西境诸州 但实际上却在暗暗发展其势里 他还掌握了夷朝的一支秘密 而强大的势力 尹卫斯 很像黎明司 却又不诠释 尹卫斯招募的都是杀手 做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事 不能放到明面上来 虽然二皇子掩月离开了玉塘殿 但殿外的守卫却依旧不少 好在段小梅已经为这次的行动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虚实一刻 望月楼上 中秋文会正式开始 而与此同时 玉塘殿外三百米处的一处庭院 却突然起了火 火是凶猛 很快就烧了几座别院 静密的夜突然燃起的火 很快就吸引了大部分的守卫 玉塞殿起火了 快要烧过来了 快 去救火 江涵带着周虎 绕到了玉塘殿的西北角 自然不能从正门进去 这里是守卫最为薄弱的 墙高接近三米 周虎坐梯将江涵送上去 接着他屈膝一跃 也跟着落到院子里 然而他们刚刚落地 迎面就撞见了两名守卫 是谁 两名守卫登级 伸手半包 江涵低声喝道 天王盖地虎 这如同暗号一般的话语 让两名守卫愣了一下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周虎就出手了 周虎柔身而上 屈指坐着 闪电般扣住一名守卫的喉咙 他的阴爪弓 足以破竹碎石 没有任何悬念 便掐断了那人的喉咙 另一人刚要出声呼喊 周虎已经迎面一掌拍出 阴气失面 那人连声音也没出 便直直倒下 江涵低头看了一眼 就不由地愣了一下 那人脸上就像浇了浓硫酸 短短几秒的功夫 便腐蚀了一大片 画面太恐怖 江涵仅看了一眼 就不忍再看 这是什么武功 这么凶残 周虎道 少爷 这就是你给我的 难门枯骨掌 这么掉 江涵吃了一惊 这玩意当初于傲给自己 自己就随意给了周虎 谁想到这么狠毒 难怪这于傲能被朝廷通缉 继续走 江涵带着周虎继续往里 段小梅说得对 今晚的确是最好的时机 玉堂殿中一个高手也没有 大部分的守卫 又让那把火给引走了 剩下的寥寥几个守卫 遇上的也不是周虎的对手 轻而易举就被周虎一掌带走 终于来到了一处小院 院子很安静 只有书房内有暗淡的灯光 阴暗处 江涵瞧了周虎一眼 周虎大步走去 正要推门而进 呼得砰的一声 迎面一只手掌急劈而来 在这肩不容发之际 周虎却像早有预料一样 挥一掌抵挡 一声闷响 周虎倒退五步 那人却从房间里走出 却是一个灰衣老者 灰衣老者因甚甚地道 好大的胆子 竟敢深夜闯进王子殿下的请殿 你是来寻死的吗 周虎一言不发 双掌一前一后 批发而出 那人冷哼一声 挥动双掌迎接 江涵躲在暗中观察 惊道 果然还是刘友高手 幸亏自己多一条心眼 把周虎带来 他观察着两人巨战 只见周虎攻势猛烈 连发数掌 那老者匆匆抵挡 脸色大变 好阴毒的毒掌 这人应该就是黎明斯情报上 二皇子掩月的两大宗师护卫之一了 看样子 这里就他一个人了 周虎暂时抵挡得住 先偷密函 江涵悄悄来到窗前 推窗而入 然后直接往掩月的书房而去 书房中点着一盏烛火 光芒暗淡 江涵开始在房间里翻找 然而哪里都找过了 却什么密函也没找到 靠 黎明斯的情报 不会给错吧 江涵目光扫视房间的布置 忽然落在了墙上一幅字画之上 那是一幅春山图 江涵走过去伸手一摘 字画是固定在墙上的 他用力一推 字画向左推开 一道暗门出现在面前 原来有密室啊 江涵翻身进了暗门 在暗道中走了基尼 便是一个密室 密室中乌漆抹黑 伸手不见无止 江涵从怀里摸出火折子 将其吹亮 借着火光看到密室中的环境 这是一间改造成密室的地窖 其间有两排书架 一张书桌 一张椅子 桌上还有一盏油灯 江涵点亮油灯 正要仔仔细细地搜一搜 目击地上阴影 全身汗毛都炸了起来 望月楼上 文会已经开始 二皇子演乐 宣布了这次中秋文会的题目 誓词 以中秋为题的词 大鱼学子早有预料 并不吃惊 唯一出乎意料的是 这次的评判 竟是孔家世子孔云 孔云 也的确有当评判的资格 他虽不参加科举 但从其诗词文章上看 也是近视之才 何况 身批圣人世家的荣耀 就更加有这个资格了 以中秋为题 以词拍名为宪 由孔世子评判 若得魁首者 我遗朝便以思忧十四周相赠 不仅如此 本皇子也将赠其十名美人 百两黄金 演乐出手的确大方 一时间 大鱼 百鱼 新罗的才子都市提起了精神 大鱼才子自不必说 他们此行前来 便是为了思忧十四周 而百鱼 新罗二国同样有这个想法 演乐拍了拍手掌 便有十名一国美人 拼拼停停地从房间走出 身上一群华丽 不管是容貌 还是身材都算不错 一国人相貌 异于大鱼人 普遍比大鱼人高得多 如挺臀翘 腰细腿长 肩带抑郁风情 随着那十名一国美人走出来 众人纷纷注视 百鱼学子 新罗学子 都看得眼睛直了 就算是大鱼的读书人 也有不少人目光紧盯 而这时 二皇子掩跃扬声道 哪位才子先来作词 话音落下 一名百鱼文人便起身 那在下便先来一手抛砖引玉 周虎与那老者连对数掌 心中暗感不妙 他的攻势虽然猛烈 对方看上去也似乎应接不暇 但比萧子长 渐渐的自己的内力 就比不上对方 后级掌周虎的气力 已经弱上了几分 而此时 那老者终于摸清周虎的掌法套路 低贺一声 区区一鸣六品 便敢闯到这儿送死 他突然变化掌法 砰砰砰连续三掌拍出 掌风凌厉无比 周虎连接三掌 倒退七八步 后背抵击墙壁 只觉手掌火辣辣的痛 胸口气血翻腾 这老者 是个宗师 老者宁笑一声 道 说 谁派你来的 便在这个时候 一道身影 悄无声息地落到了院子里 虽然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但老者却仍然察觉到一股冷意 猛地回过头来 便看到一个黑衣女子 手握长刀 站在身后 又来一个小贼 王子殿下的请殿 岂是任人出入的 老者怒道 骤然出手 一掌拍向那少女 这一掌本来是虚招 只做试探 因为老者也分不清这女子的实力 待老者 拍到女子身前时 女子动了左手的刀 仅仅只是刀鞘动了一下 连刀似乎也没有出鞘 那女子更是没有别的动作 转身就向房间走动 而那老者 瞬间僵在原地 动也不动 周虎瞪大了眼睛 看着这一幕 他只看到那女子 左手似乎动了一下 可是为何这老者不动了 突然 老者仰面倒下 重重摔在草丛中 脸上带着不可置信的神色 周虎傻眼了 这女人 到底是谁 等等 少爷还在房间里 密室中 江涵仿佛点亮了油灯 就看到地上出现了一个影子 那是一个人影 什么鬼 周虎让那老头进来了 不是败得这么快吧 根本来不及多想 江涵就拔出了自己的剑 头也不回地向后刺出 当的一声 竟被隔住 紧接着 一股进风迎面刮来 似乎是对方的进攻 江涵无极思考 转过身来 便使出英明剑法中的杀招 密室里灯光本就暗淡 再加上江涵的剑势凶猛 更是刮得油灯上的火苗 不断晃动 只一瞬之间 两人变过了十余招 两人甚至连对方的相貌 也没看清 然而招招凶险 招招攻人要害 招招以快打快 江涵心里越发惊骇 他使的都是司剑传授的绝招 虽然未必有司剑使得高明 但也具备七八成功夫 便是秦木轻 也绝技抵挡不住这几招 然而对方不仅挡住了 更是压住了自己的剑招 烛光摇晃 在余光中江涵匆匆一撇 只见对方身材苗条 胸脯骨囊 左手握着一柄长刀 是女的 用的竟然是刀鞘 江涵一震 仅是这么一个尸神 他胸口便被刀鞘重重砸了一下 瞬间麻痹 趴在了地上 那女子抬起刀鞘 便要披落 江涵脑子里飞速运转 刚才匆匆一撇之时 看到这女人的模样 她不是一人 她是大鱼人 她也是身穿夜行衣 深夜来到这里 目的只怕和自己差不多 短短瞬间 江涵便推算出这女人的身份 大鱼 日寻司或夜寻司的人 为什么不是黎明司 因为如果黎明司的人要来 自己一定会得到消息 夜寻司的可能性也很小 许月眠是长老 若夜寻司的人要来 许月眠一定也知道 而在日寻司中 自己只是个小啰啰 所以 这人大概率是日寻司的高层 大人手下留情 我是自己人 就在那女子要披落刀鞘之时 江涵张口大喊 女子的刀鞘一停 自己人 声音轻了 果然是个女人 对 没错 大人 我是自己人 我是日寻司的百货 请大人手下留情 江涵忙道 你也是日寻司的人 少女收起刀鞘 居高临下的 用目光审视江涵 江涵更加确信 对方是自己人 因为她用了野字 道 不错 小的正是日寻司的百货 奉命前来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大人 大人如若不信 请看 这是我的令牌 她慌忙 伸手在怀里乱翻 抓住一块令牌 高高举起 那少女一正 道 夜寻司迎刀 江涵 我日 我特么拿错了 大人 等等 我是日寻司派去夜寻司的卧底 这块才是 江涵心急火燎的 又拿出一块令牌 女子道 黎明司悬使 江涵 大人 你听我狡辩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其实我还是黎明司的卧底 望月楼上 那名百余文人的词写完 百余人都是面露笑意 显然对她这首词很是自信 不错 这首词词早甚美 孔云世子微微点头 点评了两句 其他读书人也是点头称赞 这名百余文人的词 的确还可以 当然 也只是可以 那百余文人落座后 孔云世子便微笑道 还有何人愿来作词 徐某不才 愿景随其后 做一首 西江月 中秋 徐丰迎站起身来 朗生说道 见徐丰迎站起 许多人纷纷注视着她 万宁公主打量着徐丰迎 妙目魅意流动 二皇子掩跃道 原来是大鱼三大才子之一的 徐丰迎徐公子 请坐吧 徐丰迎思索许久 取笔在手 便在纸上写浆起来 旁边有人跟着念出 庭院水深寒潭 风吹玉树秋凉 夜来寒透薄纱窗 等徐丰迎念完 许多人忍不住叫好 好词 好美 此词书写月色 让人如同身临其境 句子甚美 徐丰迎不愧是 大鱼京都三大才子之一 崔云剑等大鱼文人 都是面露惊叹之色 徐丰迎的词 是她的弱项 然而这一首却写得极好 这次真的是超常发挥了 凭借这一首 夺魁的可能性 还是相当的大的 万宁公主 款款宁是徐丰迎 这等才子 当真一枝独秀 而随着徐丰迎落座 孔云世子尚未点评 便又有一人站起 朗声道 公某也有一词 请诸位赐教 此人身穿华服 气宇轩昂 相貌堂堂 二皇子也约微笑介绍道 这位 乃是我一国公家的才子 龚天爵 孔云世子微微点头 龚天爵向众人拱了拱手 最后看向孔云世子 道 词排名公某 便选 水调割头 请孔世子评判 说完 他竟然也不拿笔 而是直接将自己的词 迎送出来 冷月过东阁 佼佼赵良人 待龚天爵念完这首词 现场顿时爆出叫好之声 而大鱼文人脸上 神色也是微微变化 好词 的确是好词 此词 不属于徐凤云的那首 此时此刻 地下密室之中 黑衣女子手握长刀 饶有兴趣地 看着地上的三块令牌 这三块令牌的模样和材质 都是不一样的 代表着三种身份 你是说 你诗询丝派去夜询丝的卧底 夜询丝又把你派到黎明寺当卧底 女子道 江涵硬着头皮承认道 大人 事实就是如此 此时他倒是看清了这个女人 这女人穿着紧身的夜行衣 身材凹凸有致 极为惹火 她的肤色极白 尤其在穿着黑色夜行衣的情况下 更是显得七双傲雪 虽然身穿夜行衣 但她却没有戴面罩或面纱 显然不怕本来面容让人看到 她的脸是一张几乎完美的脸 眼睛明亮似秋水 鼻子高挺 阴唇薄薄 在这张脸上寻不到一丝瑕疵 女子道 你以为我会信吗 谁知道 你究竟是哪一方的 江涵只好硬着头皮道 不管大人信不信 我们目的都一样 不如先完成目的 再说别的 女子道 道也有道理 你叫什么 江涵道 小的叫城北虚宫 话刚说完 那女子便伸出长脚 踩在江涵头上 冷声道 说实话 奇耻大如 简直就是奇耻大如 我将某人 岂是那种任女人 见她的人 江涵愤怒地抬头 道 在下行不更名 做不改信 顾青秋门下弟子 红元是也 那女子道 我见过红元 你不是她 顾青秋门下 也没你这个人 还不想说实话 你想死吗 江涵 见鬼了 这女人到底是谁 连红元也认识 江涵道 在下宁国府江涵 那女子震了一下 你来这里做什么 此时性命细于人手 对方对京都的人 又甚是了解 江涵也不敢隐瞒 道 寻找一封密函 心想 等自己脱困 必抱被践踏之池 那女子收回大长腿 道 我要找一本花名册 你找你的 我找我的 说完 她便飞身 来到书架前 开始翻找了起来 就这么放过 江涵有些发愣 看来自己猜得没错 对方果真是自己人 只是并不确定她的身份 到底是不是日寻思的人 但这次自己三重身份都暴露了 一旦这女子传出去 自己必死无疑 要不要从背后偷袭她 江涵很快就放弃这个念头 一来对方擒出自己之后 并没有下杀手 自己偷袭她 与小人无异 二来 对方的武功 显然比自己高得多 仅用刀鞘 便能死死压制住自己 即便偷袭 多半也不会成功 先找出密函再说 等外面火灭了 侍卫就该过来了 江涵急忙开始搜找起来 两人各搜各的 很快 江涵便在书桌下 发现一个暗格 里面有一些书信 以及一张羊皮图 她从书信中 找到一张辣封的书函 道 找到了 她翻了一下羊皮图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 想到那女子说 自己要找一本花名册 正寻思着 要不要私藏起来 抬起头来 就看到那女子看了过来 把她给我 女子道 你说给你就给你 江涵双手奉上 大人 给 女子取图一瞧 道 就是这个了 便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侍卫的怒喝声 女子一手拿着图纸 道 走 江涵把密函都塞入怀里 也紧随其后 从密道出来后 又出了房门 只见周虎 正被七八名侍卫围攻 其中五人使枪 三人使剑 周虎以一敌疤 已经落入下风 身上剑伤剑增 气息萎靡 她是你的人 女子道 对 她也是日寻思的人 江涵盲道 女子快步上前 手中的刀一动 两名侍卫手中长枪折断 人也倒飞而出 那柄长刀再动 又有两名侍卫倒地气绝 江涵瞪大了眼睛看着 尼玛 这么厉害的刀法 刚才都打是放水了吧 仅是不到三夕的功夫 那七八人便被轻松解决 周虎满脸惊骇之色 便在这时 更多的侍卫赶来了 那女子道 帮我拿着 说着 她将手中的羊皮纸 致向江涵 右手握在刀柄上 一国救度现场十分混乱 段小梅放的火被扑灭 侍卫终于赶回玉堂殿 有人闯进王子殿下的请殿 快拿人 不要让人跑了 在呼喊声中 三四个侍卫率先赶到 看到那黑衣女子后 右手一洒 漫天的铁吉梨 朝着那黑衣女子射去 黑衣女子侧身避开铁吉梨 手中的刀终于拔出 今晚的月色很亮 月光似水 许是在月光的照射下 又许是火把的照耀 使得黑衣女子手里这柄刀 出现了星红的光芒 这抹光芒转瞬即逝 仅是一个照面 便有两名侍卫 栽倒在血泊中 江涵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脑海里不禁拿这女子的刀法 和撕剑的剑法做对比 撕剑的剑是必杀 没有繁复的剑招 也没有多余的动作 出剑便有人死 而这女子的刀也是如此 但比撕剑的剑更简单 更粗暴 撕剑的剑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 自然没办法抵挡 这女子的刀是看得见的 也是最普通的刀法 但偏偏却抵挡不了 这女人的武功起码是武品 江涵道 少爷 不止武品 刚才他突然出现 一刀便将那个守门的老者劈死 那老者是武品 周虎道 武品之上 四品武者 这女人究竟是不是日寻思的人 若她是日寻思的人 此次我身份暴露 只怕江涵眉头紧皱 道 我们走 东西已经到手 先溜围上 至于那女人 有那么高的武功 想从这里逃走 也不是难事 两人迅速离开工程 而在他们离开了半炷香的功夫后 那黑衣女子也杀出包围 离开了工程 她望着一条条街道 柳眉微皱 江涵已经跑了 去哪了 月色下 黑衣女子来到一处楼顶上 遥望着远处某个方向 那是今晚举办中秋文会的地方 卢州城里最高的地方 相信很快就有消息 传到那位一国二皇子耳边 得知寝宫失窃的事 这位二皇子想必会暴怒 钟离无忧 让我保护的便是这个人吗 黎明寺的玄使 日寻寺的百户 夜寻寺的银刀 这人可真是有意思 女子眸光清冷 难难道 此时此刻 望月楼上 也约二皇子 还不知道玉堂殿失窃的事情 文会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在徐丰迎和宫天爵做完词后 又有许多文人纷纷做词 其中大鱼才子 又做出了一首不错的词 新罗和百鱼那边的文人已经放弃 其实 他们的诗词水平也不错 但的确比不上徐丰迎 崔云建这些才华横溢的才子 于是这场文会 就变成了一国文人 和大鱼文人的较量现场 当然 如今最好的词 便是徐丰迎的 西江月 中秋 和宫天爵的 水调歌头 中秋 这两首词实在太好 让许多人觉得填词的心思 否则今晚的场面 还要更加热闹 当然 还有人存着别的心思 杨婷看着自己面前的纸张 脸色阴惊变化 他还有一首词 一首构思良久的词 原本 他以为凭借这首词 一定能拿下这场文会的魁首 至少能成为大鱼这边最亮眼的词 但谁知道 徐丰迎竟然超常发挥了 而且 宫天爵的词 也相当不错 这导致他不知该不该拿出自己的词 拿出来了 若是比不上徐丰迎或宫天爵 就等于牺牲自己 成全他们 掩月二皇子杨生道 还有哪位才子 再做一首词 无人应声 杨婷也没有说话 掩月二皇子等候片刻 才缓缓道 既然无人作词 那便请孔世子为今晚的词 评判出高低 孔云世子微笑点头 站起身来 所有人都在看着他 等待着他的评判 徐丰迎攥紧了拳头 掌心出了汗 孔云世子扬声道 今晚四国才子的词都算不错 而最让本世子动容的词 是宫天爵的水掉鸽头 这首词 写尽中秋良辰之景 当为魁首 随着这句话落下 许多人纷纷变色 宫天爵脸上露出笑意 崔云健忍不住道 孔世子当真这么认为 我倒觉得 徐丰迎的词 未必会比宫天爵的差 崔云健和徐丰迎 在京都属于竞争对手 但在这里 却替徐丰迎说话 毕竟 徐丰迎代表的是大鱼 孔云淡淡扫了崔云健一眼 说道 你是在质疑本世子的评判 还是觉得 本世子有失公远 崔云健急忙道 崔某不敢 对方是圣人世家的世子 自己的身份远远比不了 身份上的差距摆在那 崔云健哪敢质疑孔云 孔云道 徐丰迎之词 固然不错 但宫天爵的词 却更胜一筹 而等若有意义 不妨做出更好的词 若无意义 本次中秋文会的魁首 便是宫天爵 此话落下 大鱼才子脸色难看 连礼部侍郎秋安的脸 也是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说实话 那两首词其实差不多 利益和潜词造句 相差不远 孔云这么说 就有一些偏颇 宫天爵的意思了 不错 宫天爵的词 的确更好 孔世子评判的公正 徐丰迎的词 虽然也不错 但写月色 多于写中秋 顶多算是不错的月色词 而非中秋词 宫天爵此次绝佳 许多疑国文人纷纷到 连百鱼 新罗文人也开始附和 如此一来 大鱼文人的脸色 就更加难看了 宫天爵脸上笑容愈发扩大 这次他能夺魁 便能踩着徐丰迎等 一众文人成名 最主要的是 更是能重重地羞辱大鱼一番 你们不是自诩儒家正宗吗 结果还是说了 我遗朝要还你私优十四周 是你自己没本事拿到 便在这时 一人匆忙跑进望月楼上 到了楼上 才急忙整理一关 许多人都向他看去 发现此人是个生面孔 却穿着大鱼的衣饰 显然是大鱼文人 秋侍郎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来的人自然是姜涵 完成任务后 他就往望月楼赶来 秋侍郎看着姜涵 心中又失望 又愤怒 这姜涵算什么儒家读书人 连如此重大的文会 也不能及时赶到 他的心思到底放在哪里 真的太让人失望了 那些大鱼文人看着姜涵 也不禁面露失望之色 姜涵的确才华横溢 可也太不靠谱了 这样的人 能成什么事 而且 看他衣衫凌乱 身上还有酒气 该不会是醉了一天刚醒吧 而事实上 姜涵为了掩饰今晚的行动 故意在身上撒了一些酒 洋装刚刚醉醒的模样才过来 秋侍郎沉声道 姜涵 你刚才到哪里去了 魏和夫子们找你不见 邱大人 学生为今晚的文会尽力节制 找了个酒嗣 做一些诗词 写着写着 竟然忘记时间 姜涵眼中醉态朦胧 开口说道 这话一出 在场之人都是不幸的 你要想诗词干嘛 跑到酒嗣去 看你醉态朦胧的样子 只怕喝了不少吧 柏鱼和新罗文人 都是面露笑容 旁观看戏 而姨国那边的文人 则是开口嘲笑了起来 还作诗词 看他那副模样 只怕刚刚睡醒 原来这位兄台 才是大鱼最厉害的读书人 竟然还能喝酒做事 看来 我们遗朝的酒就是好啊 这位公子竟然喝到忘记参加文会 等公子 准备回大鱼 我等再送你一些 那些姨国文人 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来 表面上是在赞扬江涵 实际上 却是在损大鱼的面子 听着那些嘲讽意思 甚浓的话语 邱世郎 以及渔国的书生 都是脸色难看 江涵这一次 真是在三国面前 把大鱼的脸面给丢尽了 你喝醉了 错过中秋文会就算了 你还在这里做什么 你来了就来了 还找这么离奇的借口 邱世郎此时 只想让江涵滚一边去 省得丢人现眼 然而 未等他开口 杨婷便开口道 江兄 既然做了一些诗词 不如念出来 让我们长长眼 此话一出 邱世郎心中大怒 谁不知道 江涵那番话 是个借口 他能想出什么诗词 你杨婷在这个时候 还分不清楚场合 想让他出丑 杨婷属实有些拎不清 他忌愤江涵 夺了他的戒缘之名 想趁此机会 让江涵出个丑 却忘了 他现在和江涵 属于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关系 江涵出丑 他们也同样丢脸 江涵为难得道 这个 我的诗词太过惊艳 怕抢了诸位的风头 还是你们做好了 他这一开口 顿时让那些 宜国人吃笑不止 这个人简直厚颜无耻啊 这样话也说得出来 简直不要太好笑好吗 万宁公主大师所望 原本听演悦二皇子说 他对江涵还有一些兴趣 结果真是见面不如文明 这人也真是自大无耻 他说他的诗词太过惊艳 怕抢了我们的风头 江大才子 我们不怕你抢风头 你快些坐来 让我们宜国人 见识见识阁下的才情 坐呀 赶紧坐出来 一国读书人纷纷笑着出声 就连百鱼 新罗二国的读书人 也嘲笑起来 喝成这个样子 还说什么 他的诗词太过惊艳 谁让这酒鬼上来的 他要是能做出词 我今天吃十斤食 一名百鱼人笑道 杨婷心中冷笑 看着江涵 心想我看你 今天怎么下台 许云愁面露担忧之色 江涵今日的话语 也确实太过狂妄了 徐丰迎 崔云剑等人 也看着江涵 心中无比失望 原本 输了也就输了 丢的脸不是很大 结果江涵搞出这么一出 真的是把大鱼的脸 都给丢尽了 江涵道 这个 邱大人 邱侍郎此刻 对他失望到极点 以为他是想向自己求救 只得陈生道 你喝醉了 就先到一边休息吧 然而异国人 却不肯就此放过江涵 纷纷道 这位大才子 赶紧作词啊 让我等开开眼 这位大才子 必定想出了千古诗词 怎么能不拿出来呢 让我们欣赏欣赏 这位大才子的诗词 大才子 快些迎来 若是千古作品 也好让我们沾光啊 这些人想让江涵出个丑 以此丢大鱼的脸 故意吹捧起来 江涵道 好吧 既然你们不怕我抢风头 那我就只好迎送一手了 不知这场文会的题目是什么 听到这话 异国人脸上嘲笑之色更浓 而大鱼文人 都想把自己的脸 埋到桌子下了 搞半天 你连题目是什么也不知道 孔云世子微笑道 这场文会是词汇 任选一词牌 写中秋之景 中秋之情 既然江涵你要写词 那便写出来 本世子也很好奇 你在大罪之下 能做出什么词 孔云世子虽然声音温和 但还是带着些许嘲讽之意 江涵道 不知道现在最好的词 是哪一首 如今榜首的是 宫天爵的 水调歌头 中秋 孔云世子温和解答 江涵最太心松的道 好吧 既然诸位都让我做词 那我就来一首 震撼千古的中秋词 哪里有笔 一听这话 宜国人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震撼千古的中秋词 这小子 真是最疯了 哈哈 我等就等着大才子 你的震撼千古的中秋词 给他执笔 秋世郎无奈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已经阻拦不了江涵填词 只能希望他 还有几分清醒 别做出太烂的词 但无论如何 这次的脸都丢了 江涵拿着笔 抬头望着栏外明月 常常吐出一口气 最熏熏的道 既然攻天绝用的词牌名是 水调歌头 那我也来一首 水调歌头 好了 那谁 你来帮我写 说着 他就将纸笔 直接抛给了许云筹 许云筹无奈 只好接过纸笔 所有人都注视着江涵 眼光充满了嘲笑的意味 都在等着看他出丑 而这时 江涵望着月色 沉思了起来 忽然 他喊道 有了 许月棉 准备写明月几十有 江涵将毛笔 置给了许月棉后 便举头望着栏外的月色 众人看着他这个 醉醺醺的状态 都是面带嘲笑之色 明月几十有 江涵拿起灵桌的酒盏 举杯问月 把酒问青天 许月棉诧意抬头 看了江涵一眼 这两句通俗易懂 却给人一种豪迈的感觉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江涵带着浓浓的醉意 开口淫道 面带嘲笑的公天觉 听到这里 脸上的表情微微一僵 心中隐隐的不安 这两句 有些意思 李布丘侍郎惊讶了一下 江涵声音一扬顿挫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穷楼欲语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轻盈 何似在人间 长生迎着 江涵依旧最太心松 那些一国读书人 原本还面带嘲笑 想看江涵出丑 听完上半却后 却都是脸色大变 目光惊骇地看着江涵 而公天觉脸上 彻底失去了笑容 手掌甚至止不住地微微颤抖 公天觉本身也是才华横溢的 普通的词不会让他动容 但这半却词 却实在太好太好 为江涵祭词的许云愁 忍不住抬头看着江涵 这仅是词的上半却 可虽只有半却 他也这半却词的意向所震撼 大于文人相视惊骇 一个人在大罪之下 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词 江涵继续扬声吟诵 他的声音充满了情感 转诸葛 低起户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别识缘 许多文人听到这里都产生共鸣 是啊 月若没有恨 为何总在离别的手缘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当江涵迎送出此句时 龚天觉得身体在颤抖 他明白 自己输了 自己的那首词 跟这一首比起来 根本就是云泥之别 最让他感到惊骇和挫败的是 江涵明明是大罪的状态 为何还能做出这么好的词 待江涵迎完 现场死记一片 竟无人说话 都沉浸在这首词的异想当中 许云丑咀嚼着这首词的异想 抬头看着江涵 他就站在月下 背影说不出的萧条 好似有着莫大的伤心事 一开始 江涵只是想超苏氏 这首名杨千古的水调歌头 但在看着月色 迎着词的时候 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的故乡 回不去了 再也回不去了 以前读水调歌头时 只觉得好 如今再读 才能感受到 这首词的寂寞和心酸 他的神情说不出的寂寞 分明是少年人 却给了许云丑 一种沧桑的感觉 许云丑心里最软的地方 没有来得颤了一下 好词 好词 李不秋是狼机长叫道 满脸振奋之色 这首词实在太好太好了 和宫天诀 徐峰迎两人的词一对比 高下立判 这个江涵 当真是才华盖世 他来到许云丑身边 拿起他写的水调歌头 又看了一遍又一遍 忍不住念了三四遍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其舞弄轻盈 何似在人间 转诸葛 低起户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别识缘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许多人听着这首词 也是心中震撼 这首词 太好了 必能传世 对 这首词一定能传世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句 当真道破人间心酸 仅凭这一句 这首词想要流传后世 就不难了 许多人纷纷称赞 就连一些遗国文人 也忍不住点头 虽然他们也想赢 但绝没办法 昧着良心说 这首词不行 更没办法说 这首词 不如公天诀 如果那样说 就是对公天诀的羞辱 好词 本世子没想到 大鱼 还有如此的才子 孔云世子终于开口 此次文会 他与二皇子演乐 有一些默契 会站在 一国读书人这边 然而江涵做出了这首词 他根本没办法 再将公天诀的词 评为魁首 两首词摆在那儿 孰高孰低 一目了然 若是他非要将 公天诀的词评为第一 只会自损名声 孔云怎么也没想到 会有两首词 差距如此之大 不是公天诀的词太差 而是江涵的词 太好太好了 孔云突然想到 这次文会过后 只怕读书人们 都不敢用 水调歌头 这个词排名了 因为江涵这首词 注定是第一 无论谁来写 都将在他之下 还有 谁想自取其辱 二皇子演乐 站起身来 说道 好一首 水调歌头 当真让我开眼界了 江涵才子 果然好才华 然而 江涵已经彻底醉了 直接倒了下去 邱世郎喊道 快 接住他 若在绊柱箱前 邱世郎巴不得江涵能给摔死 但现在却宝贵得要命 摔了自己 也不能摔了这位大才子 许云仇和旁边一名夫子 急忙接住了江涵 怕他摔着了 江涵既已大罪 来人 将他送回驿馆休息 邱世郎道 许云仇和另一名夫子 扶他回去 随着江涵离场 很快孔云也离开了 接着二皇子掩月 突然收到侍卫的消息 脸色一沉 也起身离开 但望月楼上 却依旧热闹 大鱼的才子痛快饮酒 这一战 胜了 还听到一首 足够扬明天下 扬明后世的词 太值了 几乎所有人都在称赞江涵 称赞那首 水调歌头 杨婷听着那些称赞声 心里很不适滋味 为什么江涵在大罪的情况下 还能写出那样的词 这个人 真是自己这辈子的大敌 抢了自己的借缘 如今又夺得中秋文会的魁首 这时候 王富贵端着酒 来到杨婷身边 道 杨兄 这次多亏了你 杨婷疑惑抬头 什么 王富贵笑道 若不是你 笃信江涵做了好词 让他写出来 我们都未必能听到这首水调歌头 这胖子就是来恶心他的 杨婷只好强颜欢笑 陈轩莫也走了过来 是啊是啊 我们都没想到江涵在大罪下还能作词 只有你知道 你真是立了大功 杨婷心中愤恨 你们就是来羞辱我的事吧 但现在 他也只能装作很开心的样子 演悦二皇子的请殿中 此时此刻 演悦看着地上的尸体 脸色阴沉 在他身边 一名灰衣老者道 据侍卫说 闯入者一共有三人 应该是二男一女 他们在王子殿下的密室中 偷了东西便走了 灰衣老者低头看着地上的尸体 共同死得很快 没有一丝痛苦 杀人者是以刀器瞬间斩断了他的心脉 刀法干净利落 有这种刀法的人不超五指之术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人使的是枯骨掌 一种很阴毒的功夫 据老朽所知 大鱼的逆种鱼傲 便学会这么一门功夫 但鱼傲早便落入黎明斯之手 是否是他 并不能确定 另一个人未曾出过手 根据侍卫所说 此人身材高大 或许是个男人 会议老者根据现场留下的痕迹 推算出三个凶手 会议老者道 共同是宗师武夫 能杀他的 又是女人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大鱼南赵的那位女将军 提起女将军这三个字 演悦的脸色变了变 大鱼有三支最强大的军队 属于精锐中的精锐 京都的北亚六军 西北的神策军 以及南赵的白虎军 白虎军五倍精良 所组成的白虎镇杀伤力极强 而白虎军便掌握在南赵那位女将军之手 那位女将军是南赵的郡主 却以女子之身 统率白虎军 镇守南赵多年 如果王子殿下丢失的东西 是被那位女将军夺走 那想要拿回来 几乎不可能了 演悦沉声道 给本殿下查 查出另外两个人的身份 是 老者挥了挥手 让侍卫将地上的尸体也带走 演悦坐在椅子上 闭眼沉思 除了那位女将军 剩下的两个人是谁 其中一人使的是 枯骨掌这种阴毒的功夫 另一人会是谁 不知为何 一个名字出现在演悦脑海中 江涵 今晚的中秋文会 此人是最晚来的 按照时间的推算 此人的嫌疑最大 但此人是醉醺醺抵达望月楼的 而且据情报了解 此人不久前才学武武艺应该不高 可能性又降低了一些 不过 演悦并没有放下怀疑 今晚丢失的两件东西很重要 若是落在大鱼手中 自己会变得很被动 而且 那张羊皮纸上 一旦被大鱼得到 自己这些年来的布局就废了 宁可杀错 不能放过 绝不能让大鱼的才子 回到大鱼 演悦脸上杀意避陷 这批人 必须扣下来 王子殿下 孔先生在外面求见 这时 一名侍卫禀道 快请 演悦收起脸上的杀意 在一间书房中 演悦和孔云相会 演悦王子 让你失望了 这次突然杀出的江涵 的确是才华横溢 孔云叹息道 他来此 是想致歉 不能助一国文人夺得魁首 但作为孔家的世子 性子高傲 道歉之话 自然不可能说出空 怪不得世子 演悦摇了摇头 说道 这江涵的那首 水吊歌头 的确太好 就算是本殿下 也没办法说公天爵的词 好过水吊歌头 孔云皱眉道 这个江涵 是何等人物 本世子文所未文 竟然有如此才华 事实上 孔云是听过江涵的名字的 只是当时不以为然 听过就忘了 演悦道 此人 只是大渔国南方云梦府 清河村的一介寒门 因入赘宁国公府 得到宁国公府的资助 才逐渐展露才华 锋芒毕露 孔家 虽是圣人世家 但自视甚高 不会关注某个书铺的事 所以 就算是孔云 也不知道三鱼书屋的事 原来是个坠序 孔云淡淡道 眼中闪过轻蔑之色 坠序 是读书人最为不齿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 坠序和下人 根本没有两样 就是豪门 用来繁衍此次的工具人 所以 读书人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可能去当坠序的 而且 坠序还有个灭称 叫道插门 孔云作为圣人世家的世子 自然是对坠序 极为瞧不起的 演悦道 虽然江涵是中秋文会的魁首 但也在本殿下 原来的计划之中 死忧是四周 本就是个噱头 所以 也不怪孔世子 没帮上我的忙 孔云道 眼公子接下来有何计划 演悦望向了窗外 悦在半空 寒光皎洁 道 原本 我是打算 以四优势四周 跟大鱼换一些东西 但如今文会输了 便只能用另一个办法 不过在此之前 我要查出 是谁闯进我的寝殿 偷走我的东西 孔云道 眼公子的东西被偷了 嗯 很重要 很重要 可有嫌疑 我猜测是大鱼的学子 世子认为 有没有可能是姜寒 姜寒 孔某觉得 此子未必有这个本事 为何 你说他只是一间寒门 近些日子才名声显露 如何有那个武功 潜入殿下的请殿 眼月沉吟道 孔世子说的没错 不过 我还是要试探试探他 姜寒被搀扶着回到驿馆 等人都离开后 他便睁开眼睛 坐起身来 眼里 哪有一点罪意 查看门外无人后 姜寒才从怀里拿出两件东西 正是他今晚偷来的 一张密寒 以及一张羊皮纸 密寒 是黎明私要的东西 而羊皮纸 其实是那个黑衣女人要的 姜寒没有拆开密寒 而是打开了羊皮纸 他没有点灯 而是借着月色 查看羊皮纸 很快便发现 这羊皮纸上是一些地图 地图上还有一些人名 一开始 姜寒看得杖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突然他脑子灵光一闪 眼睛一亮 这是 遗国的地图 遗国的地图不足为奇 但地图上的人名又是谁 这些人民密密麻麻的 遍布着遗国的各个地方 姜寒看了一会 猛地想到一个可能 心头一震 该不会是 若是如此 那这张羊皮纸 真的了不得了 这时 耳听的外面有脚步声走近 姜寒急忙收起羊皮纸 躺在床上扬睡 房门被推开 有人走了进来 进来的人是许云筹 许云筹来到姜寒床前 盯着他的背影有些发症 这个少年分明是那么无耻 却能做出那么好的词 今晚他是真罪 还是假罪 姜寒闭言假媚 等听到许云筹回到自己的床 才睁开眼睛 姜寒转过身去 借着窗外月光 看到许云筹坐在床上 脸色纠结 似乎在犹豫着什么 他看了看门窗 确定都关时了后 又向姜寒这边看了过来 在他目光投过来的时候 姜寒急忙闭言假媚 姜寒 睡了没 许云筹喊道 姜寒假装听不见 等了一会 才睁开眼 一睁眼就看到他钻进被窝 乱动了几下 然后把玉璧从被窝里伸出 将一件青衫放在外面 接着又除了一件泄衣 也放在床边 他转个身 用被子把自己给裹得紧紧的 这许云筹 有裸睡的习惯 姜寒心跳加速 难怪之前 许云筹睡觉时 总是翻来覆去 整宿睡不着 今晚确定自己醉了 他才敢除去衣服 他想要平静下心情 然而很多时候 男人的想法 都是克制不住的 就算姜寒不想去想 脑海里仍是不受控制的 浮现出一些画面 被子里 许云筹只怕是一丝不挂的 等等 许云筹既然有裸睡的习惯 那当时许月眠 让自己去找许云筹 是不是有意让自己看到许云筹 否则当时丫鬟 为何没有阻止自己 偏偏许云筹的门也没有关 他是不是也是故意的 许月眠不止一次说过 担心自己让日寻司 使用美人计策反过去 他会不会让他妹妹 对自己使用美人计 这兄妹俩心眼极多 一开始就故意骗自己 做这些并非没有可能 那么现在许云筹 是不是也是故意的 他是不是在等着自己过去 姜寒身体有些燥热 只能竭力克制住那些想法 让自己平静下来 挨到了半夜 他才睡着 一觉醒来 便发现许云筹 正在同镜前整理一关 许姑娘 姜寒起身道 昨晚 睡得好吗 许云筹淡淡道 一个浑身酒气的人 睡在旁边 能睡得好吗 那也是 姜寒点了点头 说道 中秋文会已经结束 等回到京都 就能好好睡一觉了 对了 一国以四优十四周为踩头 如今文会胜了 你说会还我大鱼吗 说完 姜寒发现许云筹没说话 诧异地向他看去 就看到他满脸红韵地盯着自己身下 臭流氓 你在想什么 徐云筹低声骂道 转身便出了房间 姜寒低头一看 不禁尴尬 这 这不是我想什么呀 而是早晨起来就会那样 再说了 你昨晚裸睡 我也没说什么呀 早晨 邱侍郎便向姨国 提出要返回大鱼 但掩月果然不肯放大鱼学子回去 理由也很简单 这几日是鱼兰节 佛教的节日 要留大鱼文人多待几天 感受佛门的节日气氛 姨国以佛门为国教 举国上下 几乎都信奉佛门 卢州城里四处能看到寺庙和佛像 邱侍郎无奈 只好带着学子们留下来 过了三日 他再次向掩月 提出要返回大鱼 掩月再次拒绝 这次用的理由是 过些日子就是佛誕 请各位留下来过节 佛门有众多的佛和菩萨 掩月的理由无可挑剔 酒馆里 一间安全的房间 卢州城城门都封了 谁也出不去 他来 掩月是想关门捉贼 断小梅道 虽然拿到了密函 但送不出去也没用 姜涵道 意料之中的是 只要密函和羊皮纸没有找到 掩月就不会放人走 而且 他很快就会怀疑到我身上 对我动手 断小梅微微醋眉 说道 黎明思虽然眼线众多 但这里是卢州城 想要把大人救出去 并不容易 姜涵道 现在对我只是怀疑 即便对我动手 也只是试探 不会对我严刑拷打 暂时不会有什么事 那天晚上出现的黑衣女子 也不知道出了城没有 断小梅道 黑衣女子 姜涵当即将那天晚上的事情 讲了一遍 断小梅听完后 醋眉道 我大概猜到是谁了 有实力一刀劈死 一位宗师的不止一个 但若是年轻女子 又是使刀的 便只有一个人 便是南昭穆王府的郡主 白虎君的将军 姜涵吃了一惊 她是南昭那位女将军 大鱼的将军有很多 但女将军只有一位 那就是南昭的将军 若我猜测的没错 应该是她 断小梅道 她与黎明寺有渊源 江涵问道 她和宁国府 有亲戚 断小梅疑惑地看着她道 大人你不知道 什么亲戚 我的确不知道 江涵问道 断小梅道 宁国公秦仲 与沐王爷是表兄弟 只不过是远房的 严格意义上来说 那位将军大人 是大人的娘子的表姐 江涵一阵发愣 搞半天 还真是自己人 等等 所以当天晚上的女人 会放过自己 就是因为 得知自己是表妹夫 所以后来更是 干脆把羊皮纸 交到自己手里 江涵却不知道 事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这么说来 我不用担心身份暴露 江涵沉吟道 这位女将军 把一件重要的东西 放在我这里 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断小梅松了一口气 只要那位将军大人在 足以保护大人安全 江涵道 接下来 演乐应该会开始试探我了 那张羊皮纸 放在我身上不安全 先留在你那里 断小梅道 大人聪明绝顶 羊皮纸 放在大人那会很安全 不 我说的是我不安全 江涵道 那张羊皮纸尤其重要 若是被发现羊皮纸 在自己手中 那自己必死无疑 江涵原以为 演乐很快就会来找自己 但谁知来的不是演乐 而是仪国长公主万宁 来了两个粗壮的婢女 见到江涵后 先是和声和气的相情 被江涵婉拒后 便直接把她架起来 前往万宁公主的地方 踏进万宁公主的请殿 江涵正要愤怒地 训斥对方 蛮横无礼 谁知便看到了这么一幕 万宁公主鲜细的腰肢一摆 骑坐在江涵身上 娇拥拥地道 江狼 你瞧这是什么 她这一声江狼 换得销魂夺破一般 让人骨头都酥麻了 江涵虽在秦木卿的调教下 对于美色 已有极强的抵抗力 但在万宁的万种风情下 还是浑身气血沸腾 她低头一瞧 已是白云生远秀 摇曳入晴空 万宁公主鲜鲜玉手轻握 双颊红玉 眼波玉流 轻笑道 你心里有了亵渎本宫之意 才会如此 本宫得好好惩治你 却是低眉信手 轻拢慢年抹腹条 江涵 这般风情 时世人间少有 呼得 银瓶炸破水浆泵 止住了这一息风情 万宁公主一正 轻轻地舔湿了一下嘴角 道 你这般亵渎本宫 若是让人知道了 要将你凌迟万刀的 声音带称 却无一丝怒意 月色微芒 清风和煦 江涵 将衣冠整理好 脸色如常走出了公主府 返回管义 终究 还是让万宁给摆了一道 这位遗国的公主 会得真多 管义中 佟先生等人无比担忧 两个时辰前 他们得知江涵被人带走 心急如焚 以为遗国人太无耻 竟然要向江涵下黑手 邱侍郎和几位官员 当即去找遗国礼曹要人 礼曹那边笑眯眯地答应 却无行动 邱侍郎等人又惊又怒 以为江涵要出事了 谁知等了两个时辰后 就看见江涵返回了管义 江涵 你没事吧 佟先生 王富贵等人都迎了上来 急忙询问 没事 江涵摇头 脸色如常 佟先生问道 你被带走后发生了什么 江涵脸上终究闪过一丝尴尬 道 没什么 佟先生不要多问了 说完 他便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佟先生等人面面相去 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看样子 江涵并未受伤 应该没受到什么虐待 房间里 江涵盘膝打坐 运转周天 几个大周天后 丹田里那股灶火 才彻底平息 他睁开双眼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回想今天发生的事情 真的很古怪 自己千房万房 但还是 着了万宁公主的道 房间里 应该点着崔情香 自己一踏进屋子就着了道 万宁要自己教她诗词 也不过是等待崔情香发作 除了崔情香外 这位万宁公主也不简单 她的声音充满了 销魂尸骨之意 让她难以守住心神 只怕懂得什么迷魂功夫 这时候 徐云愁推开房门 走了进来 盯着她道 你被万宁公主带走后 她对你做了什么 江涵倒了一杯茶 一边喝一边道 没什么 不过询问我一些诗词上的问题 徐云愁盯着她的脸 说道 你被万宁公主睡了吧 扑 江涵忍不住将嘴里的茶水喷出来 边咳嗽边道 你想多了 没有的是 我不是那种人 是吗 徐云愁直勾勾盯着她 道 万宁公主风流成性 将你带过去 能有什么事 何况 还去了这么久 若说什么事都没发生 谁会信 江涵皱眉道 你不相信万宁公主 还不相信我吗 徐云愁瞅着她 你这人 有多少可信多 江涵 江涵道 就算是 又和你有何关系呢 徐云愁哼哼两声 道 我只是担心 你在温柔乡里 不小心暴露了身份 请殿中 万宁公主 伴坐伴依在一张主椅上 慵懒地打了个和歉 在她面前 是二皇子掩月 掩月 掩月附着手 看着这位姑姑 皱眉道 姑姑今日可有收获 万宁公主道 江涵 本事不小 掩月道 怎么说 难道姑姑没有得手 万宁公主 眯着眼睛 露出惬意的神情 她本事不小 弄得本宫很舒服 掩月脸色一黑 说道 姑姑知道 我不是在问这个 万宁公主打了个和歉 啊 我并未从她口中得到什么 即便她情难自控 却依旧没有说出什么 掩月道 这么说来 此人竟能抵御住姑姑的美色 闯进我的寝殿的三个人 只怕真有一个人是她 万宁公主慵懒地道 或许吧 你打算怎么做 掩月道 不管是不是她 我的计划必须提前了 万宁公主道 你要动手 动手的话 把姜涵留给我 这个人 蛮不错 姑姑放心 掩月转身离开 一管一间房间里 礼部邱侍郎和另外几位官员 正在商议 中秋文会 我们已经赢了 按理说 一国该将四优十四周还给我们 但现在看来 一国并没有奉还的意思 不仅没有还给我们的意思 而且还有一扣留我们 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一国本就不会轻而易举 便将四优十四周拱手奉还 接下来 若是开战 我等会有危险 谁都可以猜得到 接下来大鱼或许会出兵 强行收服四优十四周 而他借时交战 他们这些人就危险了 秋侍郎轻敲桌面 道 不管一国有何图谋 我们宁死不可失去气节 如舟城外 天门关中 一位妙龄女子 站在城墙上 遥望四优十四周方向 她身穿银白色的袍甲 扎着高高的马尾 神气凛凛 能让人感受到一股 高高在上的威严 然而 她却长着一张狠欲的人气脸 脸蛋素白 眸子清冷 穷鼻挺秀 阴唇薄难 南照的白虎军已经集结天门关 是时候该出兵了 她的声音冷清 带着威严 如果江涵在这里的话 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此人就是密室里与她交手的女子 黎明斯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布局 但那张密函却仍未拿到手 在女将军身边 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男子 腰间悬挂着黎明斯的令牌 如果江涵在这里 同样也能认出 此人便是黎明斯的天字密探 严正 女将军冷冷道 黎明斯做事还需要证据 严正道 一般自然是需要的 但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不需要 她望向远方 道 只是一旦开战 司主最看重的人 或许会死 女将军道 你应该知道 我要保一个人 他就死不了 严正道 凡事都有例外 此人很重要 容不得闪失 便在大鱼的军队聚集天门关中的时候 卢州城里也有了动作 不仅城门紧闭 街上可见兵马急行 虽然大战尚未开始 但卢州城里 却已经有了一种 山羽欲来风满楼的压迫感 这两日 卢州城里兵马增加 而且一国的人限制我们出行 看来 朝廷准备对私优14周用兵了 一间房间内 许云筹看着江涵 道 若是正式开战 我们必定会被一国扣留下来 你我都有危险 江涵道 你来卢州城 不是来保护我的吗 许云筹冷笑道 谁想保护你 你就算出事 我也懒得理 江涵道 你这女人也退无情了 我好歹也是夜寻思的人 许云筹哼了一声 道 谁知道你会不会 已向日寻思投诚 江涵满脸认真 语气诚诚地道 我追随许大人之心天地 可见 此生绝不会投诚日寻思 许云筹哼了一声 说道 接下来需得想个办法 离开卢州城 嗯 江涵敷衍地硬着 许云筹扬起柳眉 冷笑道 怎么 你不想离开卢州城 难道你贪图那位公主的美色 想做那位公主的西夏城 江涵皱了皱眉 这许云筹 怎么话里带刺 自己何时贪图 万宁公主的美色了 他盯着她道 万宁公主虽美 却哪集云筹姑娘一半 呸 花言巧语 许云筹催道 接下来 江涵又悄悄去了一趟酒楼 见了段小梅 江涵沉吟道 城门紧闭 街上到处可听到密集的脚步声 这一切告诉我 一国眼皇子要有所行动了 只是如今也没有捉拿这次前来卢州城的读书人 事情很诡异 段小梅道 大人想怎么做 江涵道 把密函给我 段小梅没有犹豫 许出密函 大人 要打开吗 江涵查看密函 上面虽有蜡风 但也有拆过的痕迹 当然 并不是他拆的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道理 江涵找到这张密函后 就没有看过 段小梅应该也不会看不该看的 所以 这应该是演阅自己拆的 江涵打开一看 脸色慢慢变了 看完了这封书信 他脸色阴沉的道 原来 中秋文会从来都是一个幌子 演阅的目标 不是私优十四周 而是朔北 段小梅见他神色大义 结果密函一看 立马脸色大变 这是朔北官员写给演阅的书信 为了隐瞒字迹 应该是用左手写的 大人 要出大事了 演阅的请殿中 此刻 这位演皇子正在与孔云见面 两人相对做 中间摆着一副棋盘 孔云 我准备出兵了 演阅缓缓道 孔云皱眉道 事情并未如我们预料那般发展 渔国也尚未进攻四周幽州 要这么快 演阅道 我尸切的密信 应该流落到大鱼三思手中 虽然卢州城已然封锁 但我也不敢确保 密信便传不出去 一旦传出 我们对朔北武官的谋划 也将彻底失败 所以 必须出手了 孔云沉声道 此时出手 可稳妥吗 演阅道 一场中秋文会 吸引了大鱼军方的目光 我与朔北武官的守将有约定 破城之后 让他做朔北王 此次出手 几乎可以说 不费吹灰之力 孔云道 朔北之中有不少旺族 只怕汇聚而抗之 演阅道 所以请孔世子 在我一国出兵之后 派人前去 由孔家带头 收服朔北旺族 不难 孔云脸色阴晴不定 终于道 事成之后 我孔家要的东西 演阅道 演阅必将奉上 孔云缓缓点头 你第一步要做什么 演阅微微一笑 打起一枚黑字 落在棋盘之上 先拿大鱼书绳 大人 如今怎么办 这封书信送不出去 如何提醒朝廷 房间里 段小梅问道 这封书信 正是朔北某位官员 写给演阅的 要和演阅里应外合 打开五官 把遗人放进来 江涵缓缓道 演阅这是玩了一出 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 表面上以中秋文会 以四优十四周 吸引了大鱼的注意力 实则目标 却是朔北五官 一旦朔北五官 落入遗国之手 遗国大军占据天险 随时可以长驱直入 侵犯大鱼 看到这封书信 他终于明白 遗国为何敢拿 四优十四周作为彩头 因为中秋文会 从头到尾 都是用来吸引大鱼注意力的 演阅早就勾结 朔北五官的将领 等待时机 叙事待发 如今朝廷的注意力 都在思优十四周上 一旦一国出兵朔北 五官逼迫 大人 必须想办法离开卢州 向朝廷报信 段小梅焦急不已 这封信 似乎拆得太慢 但其实 就算在前几天就拆出来看 也出不了卢州城 不 小梅你错了 朔北五官不用担心 真正有危险的 是我们 江涵摇了摇头道 为何朔北五官不用担心 因为黎明斯让他窃出密函 证明黎明斯是知道这封密函的 说不定已经知道朔北五官的将领 和宜人勾结了 黎明斯作为一个凶名赫赫的监察机构 查到这些并非没有可能 密函 只是罪证 江涵此时脑子飞快转动 一国以中秋文会 吸引了大鱼的注意力 目标却是朔北五官 到时就会出现一种可能 大鱼夺回了私优等州 而一国却拿下了朔北五官 完成了互换 但这种互换 却有利于一国 相较而言 朔北五官虽说地属平级 但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 拿下朔北五官 退由五官之天险 尽可长驱直入 这都是私优十四周比不了的 但黎明斯知道密函的存在 也就是知道了 朔北五官有将领勾结了宜人 说不定玩了一手将计就计 在朔北五官设下伏兵 就等着宜人 所以最危险的是他们 他们还在卢州城里 一旦一国受挫 他们就将会成为 掩月泄愤的对象 大鱼同样以他们为二 迷惑掩月的目光 黎明的时候 一国的尹卫斯全程出动 急促的马蹄声 密集的脚步声 撕碎了黎明最后一丝寂静 尹卫斯的第一站 是管义 扑向管义后 尹卫斯便将大鱼派来 卢州城的官员 书生一起扣押 邱侍郎怒道 一国这是什么意思 中秋文会输了 便派人抓拿我等 无耻 简直极端的无耻 为首的尹卫道 邱大人 卢州城里出了贼人 我只不过想让诸位换个地方 以确保安全 谈何抓拿 接着 尹卫斯二话不说 将所有大鱼文人 一起带到另一间宅院 关了起来 但很快尹卫斯就发现 江涵不在这批人之中 不仅他还在 他身边的人也跑了 那位尹卫冷笑一声 王子殿下说了 若江涵不见 那他一定是潜入宫中 偷窥密函的人 但如今整个卢州城 进阶封锁 你就算躲起来 能逃得了吗 在将大鱼文人扣押下来后 尹卫斯便四处搜捕江涵 在一国扣押了大鱼文人后 大鱼礼部那边 却是毫无动静 甚至没有出声谴责 而在天门关中 已经集结了南兆的两万白虎军 以及朝廷的三万人马 女将军遥望思忧十四周 伸手一指 南兆的白虎军 朝廷的人马 浩浩荡荡扑 扑向了十四周 这场大战比想象中来得更早 更猛烈 仅是一日之间 就收复了三座周城 南兆的白虎军 不愧大于三军之一 骁勇善战 行兵速度极快 每到一处 宜人几乎连一个时辰 都没能抵挡得住 但与此同时 宜国派出一只人马 总共三万人 竟向朔北武官而去 如江涵预料那般 双方来了一场互换 宜人第一个攻打的 便是四水关 如周城中 一男一女走在夜色中 男的头戴斗笠 身披缩衣 肩上扛着一根吊杆 一只手还提着两条大青鱼 女的同样头戴斗笠 但怀里却抱着一柄剑 师妹 你说尹卫斯正在全程搜捕 江涵能躲到哪里 男人抬起头来 斗笠下露出一张阴柔的脸 依我对他的了解 他会躲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 女子声音轻轻冷冷 身上也仿佛有一股圣人的寒气 若江涵在此 会认出 这两人竟是斯剑和葛柔 黎明思的两位天字高手 竟然一起出现在这炉舟城中 葛柔此刻很担心江涵的安危 其实他对江涵这个人并不如何看重 觉得这人顶多便是个有些聪明的读书人 但老师钟离无忧 却很看重 出发之前 他去见过老师 老师对这个人无比地赞赏 不仅是赞赏他的师财 更赞赏他的资质 赞赏他的财情 从老师的画风中 葛柔更是隐隐察觉到一个可能 老师似乎有将江涵培养成接班人的意思 但想想又实在太过匪夷所思 黎明思中不缺聪明绝顶的人物 亦不缺武功高强之辈 司主如何会看上一个武功低微的坠序 若女将军攻打四周幽州 你与司剑去将江涵带出来 但却不要太快 让他在卢州城里多感受些危机 受些磨炼 剑不磨不利 利剑方能斩人头 钟离无忧的话浮现在葛柔脑海中 让他有些不服气 这小子凭什么让两位天子来保护他 就凭他那几手拍马屁的尸吗 我们想不到的地方 你这话说了与梅说有何区别 葛柔哼了一声 事实上他们并非没去找段小梅 而是段小梅的酒房已经被尹卫司查过了 段小梅也躲了起来 司剑依旧是冷冷冰冰的 他最不可能躲的地方是哪里 葛柔皱眉沉思 突然到 皇宫 掩月住的地方 司剑沉默不语 江涵自然不可能躲到掩月的寝殿里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句话有点道理 但不多 掩月的寝殿此时有无数高手保护 江涵自然不可能自投罗望 他躲藏的地方 赫然就在万宁公主寝殿的一处偏殿 除了他之外 还有周虎以及许云筹 这座寝殿虽非公主府 但规模也差不了多少 而这处偏殿位于西北角 颇为冷清 极少有人来 躲在这里 你是想一旦暴露 可以找你的拼头求救吗 许云筹道 拼头 虽然那天发生了一点意外 但说万宁是自己的拼头就过分了 江涵皱了皱眉 道 我说了 我和万宁公主并未发生什么 躲在这里 只是因为灯下飞 遗国的尹卫司 不会那么快找到而已 许云筹自然不信他的鬼话 被万宁公主带走两个时辰 不被赤干抹尽 怎么可能 这里只能暂时躲着 接下来 我们得想办法离开卢州城 许云筹道 接下来的大战 是朝廷的事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不用掺和其中 若是再留在这里 被遗国的暗卫搜到 只怕难以安全返回京都 江涵恩了一声 旁边的周虎问道 若是被找着了呢 徐云愁冷笑道 那就死路一条 江涵沉默不语 心里却在思考着 如果发生最坏的结果 该如何应对 深夜 打了一天的战 四水关士兵已然疲惫不堪 而这个时候 四水关的两位副将 于龙 于静却悄悄打开城门 放入疑人大军 疑人大军纵马而入 轻而易举的进城 疑人的将军忍不住放声大笑 脸上露出残忍之色 将军 先杀主将 屠戮四水关员 四水关副将于龙提醒道 疑人将军道 于将军放心 绝不会留下一个火口 疑人将军宁笑一声 高高扬起了屠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城门突然关闭 四面八方涌出整齐规划的队伍 紧接着 黑暗中亮起了密密麻麻的火点 那是一只只火箭 二皇子掩月没有想到 大鱼竟然玩了一出将计就计 瓮中捉鳖 他的计谋并没有问题 用四优式四周 换取朔北武关 他唯一算错的是 黎明斯的情报能力 等他得知消息时 攻打四水关的疑人 已经落入陷阱 主将拼死杀出重围 折损了一万余兵马 掩月震怒地摔碎了一个茶碗 而这时 一名暗卫来报 禀公子 找到江涵了 大鱼和宜人的两场大战 自然不是江涵能掺和的 虽然从密函上猜测到 双方各自的图谋 但江涵此时 也只能做一个旁观者 饶有兴趣地看着双方对弈 院子里 江涵和许云筹正在下棋 闲着也是闲着 江涵提出 下棋打发时间 许云筹也想知道 江涵的棋义 作为才华横溢的大才子 手谈应当是极为精通的 宜人如果大败 我们就成为了人质 江涵心里想着 他们这批前来宜国的书生 最好的结果 就是成为两国谈判的筹码 被大鱼用一些东西 安全换了回去 最坏的结果 就是被掩月所杀 两国结下血海深仇 江大才子 猜单双吧 许云筹抓起一把棋子 手背向上 双 许云筹放下棋子 数了数 是双 这狗贼 怎么那么好的运钱 江涵笑着拿起黑子 心里突然想到一个东西 女将军留在他这儿的羊皮纸 这东西 似乎比密涵更为重要 如果自己猜的没错 那张羊皮纸 其实是遗国隐卫司的名单 名单上密密麻麻的人名 都是遗国的隐卫 心里想着是 江涵第一子 便随意落在了棋盘的正中间 许云筹瞪大了眼睛 瞪视着江涵 感到了莫大的侮辱 第一子夏天元 你瞧不起我 许云筹冷笑着吓了一子 便看到江涵第二子 吓在了天元旁边 立马眉头皱了起来 翘脸气得发白 又让一子 你当真侮辱人 这一趟遗国之行 我立了大功 黎明思自不用说 日寻司和夜寻司 也会更加重视我 不过日寻和夜寻两个部门 形如水火 身处其间 依旧如履薄冰 江涵沉思着 又接连在棋盘上下了梁子 许云筹鼓鼓囔囔的胸脯 不断起伏 气得脸都轻了 这人连让四子 有这么侮辱人的吗 这么瞧不起我吗 我一定要杀得你片甲不留 许云筹提起精神 全力以赴 我想起来 掩月是树出 不是太子 却掌握了一国最强大的间谍机构 尹卫斯 看来一国内部情况 和大鱼差不了多少 江涵沉思着落了一枚棋子 低头一看 道 我赢了 正准备用出浑身蟹 树杀江涵 一个片甲不留的许云筹 猛然看向他 你赢什么 江涵一指棋盘 认真地道 五子连呈现 我赢了 徐云筹 徐云筹脸上写满了你在斗我的神情 江涵看了徐云筹的棋子 皱眉道 你怎么下成这个样子 不是不会下吧 徐云筹 到底谁不会下了 徐云筹呼吸陡然一致 道 你在下什么棋 江涵道 五子棋啊 你是什么臭棋篓子 去他们的五子棋 那是什么玩意啊 徐云筹气得胸痛 咬牙切齿道 你是不是不会下围棋 我当然会 来下一盘 算了 不想欺负你 来下一盘 改日吧 徐云筹确定了 这货就是不会下围棋 四水关的败仗 第一时间传到了卢州城 紧接着 女将军刀兵所致 功成掠地 无异成能抵挡 数日功夫 已有一半周城被大鱼收复 司剑和葛柔都在找江涵 想将他带出卢州城 但终究 还是慢了尹卫思一步 当十几个尹卫踹开大门时 就看到了在庭院里悠哉喝茶的江涵 许云筹和周虎同时起身 周虎把手按在刀柄上 许云筹则是握住了贴身的软件 江涵依旧淡定喝茶 尹卫的头领 看着神色自若的江涵 咧嘴一笑 道 江公子 我家主子有请 江涵表面淡定 实则心里慌得一批 他知道 尹卫早晚会找到自己 也知道 尹卫权衡力毕后 有极大概率不会杀了他们 但谁又知道 尹卫会不会疯了 把他们都宰了 走吧 江涵道 书房中 尹卫正在思考 思考着要拼尽全力 攻打朔北武官 还是收回兵力 抵御女将军的刀锋 孔云道 没想到大鱼预料到了你这一招 接下来 你要怎么做 尹卫沉声道 既然已经出手 断无回头之路 若不能夺下朔北武官 此番损兵折将 我要是回到心经 必定要受到铺天盖地的弹劾 孔云道 朔北武官 有那么容易攻得下吗 尹卫心情沉重 是啊 朔北武官占据天险 如今大鱼又有了防备 怎么攻得下 便在这时 尹卫来报 禀公子 江涵带来了 尹卫看了孔云一眼 孔云当即离开了房间 随即 尹卫道 带他进来 很快 江涵就踏进了房间 尹卫打量着江涵 很快就发现 这人神情淡定 颇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势 尹卫道 江涵 本殿下很欣赏你的才华 更欣赏你的胆识 毕竟 敢前进本殿下的请殿 窃走本殿下的东西 你是头一个人 江涵道 严殿下夸赞在下了 这算是承认了 毕竟在聪明人面前 否认没意思 尹卫道 当日你偷走本殿下的东西后 便假装大罪 前往望月楼 江涵道 不错 尹卫道 你是日寻思的人 江涵道 不错 尹卫道 你来卢州城 便是为了窃取我的东西 江涵道 不错 尹卫冷笑道 那你为何不拒 江涵道 因为尹殿下不会杀我 我为何不会杀你 尹卫冷笑道 本殿下要谋划五官 便要与大鱼彻底撕破脸皮 想要杀你 根本不必理会大鱼 江涵淡淡道 尹殿下请听我说三句话 听完 尹殿下不仅不会杀我 还会将我视为做上宾 这话听得尹卫冷笑连连 他丝毫想不出 江涵能用什么话 说服自己不杀他 尹卫 说说看